叭叭叭叭叭 嘻嘻嘻 哈囉大家 今天喔 我們要來討論一個 最近很紅的一個話題 其實我原本沒有打算要拍這個影片的 因為我覺得 這整件事情就是很荒唐 然後很 很哄欺又很滋滋的 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本來覺得沒有什麼好講的 但後來整件事情好像演變得很嚴重 所以 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下 然後如果第一次看我的頻道的觀眾 歡迎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一位 男跨女的跨性別者 然後頻道就是在做一些 我生活的Vlog 跟我去韓國留學的Vlog 跟一些跨性別有關的影片 然後呢我沒有在賣任何的直銷產品 沒有賣小浮線 然後呢 也沒有在賣任何來路不明的 網紅產品 對 然後我也不是八加九 我是成功大學畢業的 然後讓我們換個場地 齁 嘿 好大家好我是招金招金子 耶 那呢 我有把一些我想講的重點跟整理 我把它放在手機裡面 我怕我自己忘記 就是呢其實我之前呢 很久很久之前 然後在幻相機之前 就已經拍過了一集關於說 大家可能會對 所謂的跨性別變性會有的疑問 包括說呢 到底變性別人能不能夠生小孩 能不能夠懷孕 能不能夠有月經 正事情其實我在 我的影片裡面就已經講過了 然後那時候的我大概是說 呃 就是因為我們原身體原本是男生的身體 所以呢 呃 再怎麼樣呢 譬如說 遺肢子宮也好 這樣呢都 不會有自己的卵子 對啊 因為原本我們自己有的是精子 所以 也不會有自己的卵子 然後也沒有子宮可以懷孕 我相信這件事情大家都很懂 然後 然後也非常的有基本的醫學知識跟生理知識 然後其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也已經到了一個結尾吧 就是因為 這件事情已經 說實在已經蠻久了 然後 又有一些婦產科醫師權威也好 或是高雄醫學大學的 婦產科醫師出來澄清也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情本質 是沒有什麼好講的 就是不管是真是假也好 就是這件事情已經有很多那種 明醫啊 婦產科權威跳出來澄清過了 我非常推薦大家去看 林靜儀婦產科醫師的 就是發文 就是他也有提到說 如果變性人真的 遺肢子宮的話 那 可以從 就是陰道生出寶寶來嗎 就是 或者是 到底遺肢子宮 或是婦腔外孕 到底是 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個 林靜儀醫師 我覺得都非常清楚的 把他用圖啊 用文章描述出來了 訂閱 為什麼我會想要 最後還是決定拍這個 影片的原因 是因為我今天想要 把這個影片的主題 改成叫做 呢 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 對於 跨性別的 算是 仇恨轉移吧 或是一些 仇恨的刻板印象 對 其實我不太知道 這個東西 在心理學上 或是 專業領域上 有沒有一些專業的名詞 但我暫時把它叫為 仇恨轉移 就是比如說呢 可能有些人 會覺得說 不孕症的人 然後有些人可能 很想用小孩 生不出來的人 然後看到呢 有這樣的一個網紅呢 在炒作 或是呢 在翻弄這樣的一個話題 就會覺得 喔 你開玩笑 開太過了 或是喔 你在拿 不孕症的人 開玩笑 你在拿這件 不孕本身事情 草話題 然後對這些 不孕症的人來說 是一件 非常 不尊重的事情 然後 進而呢 覺得 跨性別的人 就是 因為現在在檯面上 可能都是一些 八加九 沒有讀書的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說 喔 跨性別就是 這樣的一群人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這樣 辱罵他們 然後對他們 施以一些不好的詞 所以呢 其實到最後很多 你看那些留言 你看到很多都是一些 跟原本事件 已經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些仇恨留言 辱罵留言 也好 我覺得 呃 整個事情都已經有點失焦了 對 然後 這也是為什麼我今天 希望拍這個影片 然後給大家 算是有一種 呃 也是我自己個人 要澄清的意思吧 就是呢 希望可以不要 因為這件事情 而波及到 其他的人 像我 或是像其他的跨性別姐妹 就是呢 我最近 尤其做了這個 YouTube頻道之後呢 就是深深體會到 貼標籤這件事情 然後又看完 那個Netflix上的 呃 紀錄片叫做 Disclosure 然後上面就 有提到說呢 呃 這個社會媒體啊 社會大眾呢 常常拿跨性別去做一些 搞笑的角色 然後教導大眾 就是看到跨性別的反應 第一個反應就是吐 就是噁 就是噁 就譬如說 喔今天 有一個男扮女裝啊 就是他甚至不是跨性別 他就只是男扮女裝 然後他就去可能 喔 騙男人這樣 然後男人 發現他是男的 他覺得 呃 就會想要吐 然後就啊 好噁心 然後就開始爆打 啪啪啪 對我覺得 這個社會大眾跟媒體 已經在前一幕的話 教導大家 對於 遇到跨性別 所要做出的反應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件 蠻不好的事情 然後也是一種 嗯 標籤吧 對 然後還有一些我自己 個人遇到的仇恨轉移 譬如說像是 呃 之前有一些人在我的頻道底下留言說 喔他很認識很多泰國跨性別啊 然後什麼說 叫我不要在這邊拍影片 賣自己的故事 說這樣走不長久啊 說叫我以後啊 嗯 趕快學那些泰國跨性別啊 去開美容室去剪頭髮 然後我就在想說 I'm sorry 然後我就是 我好歹也是成大畢業的 拜託一下 我也是成大畢業成書的人 我為什麼要去剪頭髮 就是 就是你看到這個留言 你就會覺得說 這些來你頻道留言酸你 這些來你頻道留言罵你的人 就是一些根本不認識你是怎樣的人 You know 他們不知道你的名字 然後不知道你頻道在做什麼 不知道你住哪裡 然後不知道喔 然後不知道你的學歷 不知道你的過去 不知道你的專長 他就是 就是 不知道你這個人 然後他就來你的頻道下面來 評論留言 然後 惡意重傷你 然後這樣的話我覺得 就是對我本人是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就覺得 就是你不是在講我啊 就是 就是你今天就是來啊 丟個垃圾 然後就是你 不是在講我這個人 所以我 並不會覺得 我有受到什麼傷害 You know 所以我要講的這個仇恨轉移 其實是呢 我希望大家 在面對跨性別的時候 不要覺得 跨性別都是那個樣子 然後 很愛鬧事啊 很愛 炒新聞啊 很愛做一些很白癡的事情 對就是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呢 跨性別就跟一般人一樣 不管是異性戀也好 同性戀也好 同性戀也好 男的女的啊 什麼都好 每一個族群一定都會有 很聰明的人 很笨的人 很好看的人 很 很醜的人 很有才華的人 沒有才華的人 就是 不管怎樣的族群 一定都會有這些人 然後只是媒體呢 就會放大不好的那個部分 對啊 因為不好的才有點擊率啊 好的是要看的啊 就是一些不好鬧事的 媒體就會就爆 就會要拼那個點擊率嘛 所以這些人的特質 跟性格 跟個性 跟你的族群 跟你的性別認同 跟你的性情相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 因為 這樣的事情一直在發生 所以就給我們貼一些 刻板印象的標籤 然後就是 因為最近 就是網路很方便 YouTube很發大 所以 用YouTube的人很多 然後也可以匿名啊 就是 投貼匿名 然後 在網路上隨便發言 反正也不用負責任嘛 對 所以就是 酸民越來越多 所以我覺得 大的生活壓力很大 就是 我覺得 負能量也是越來越多 所以就造成 好像 每天都有很多 不同 很不好的事情在發生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就是 more friendly 就是 友善一點 然後正能量可以多一點 對不對 對 就 除非你是嫉妒我 學歷高長得漂亮 然後有才華 那我就可以理解你 對啊 但就是 我覺得 口出二言 是改變不了任何事實的 就是 你只會呢 越來越嫉妒 越來越小心眼 然後變得 越來越醜陋 但就是呢 我就是 正能量 就是只會越來越好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也要 嗯 就是保持正能量啊 就是不要 凡事都 口出二言 然後 往壞的方面想 對 這樣呢 才會激勵自己 然後才會努力 才會 進步 才會成功 就是 送給大家 好啦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個樣子了 就是希望 真的希望這個 世界更美好 然後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就是 就是 HAPPY啦 好不好 每天都要HAPPY 就是每天都要開心 OK 新年快樂 雖然新年已經過很久了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要幫我分享 按讚 然後訂閱 開啟小鈴鐺 登登登 也可以去追蹤我的IG 耶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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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ğ